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回正说到鲁庄公在齐国边界上扬言要和齐国开兵建杖 其实这是鲁庄公自己给自己抬筋 您想大老远的带人马来了 无功而返 什么都没捞着 这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他就这么回去 怎么面对这些文虎大臣 颜面无存 因为这个他又不能说什么 所以挤着这鲁庄公发出一句狠话 说来日决战 那么他说这话也有自己的想法 他想这个齐侯小白是初登军位 你刚刚接手齐侯这位置 这齐国连年征战 人心不稳 你接过这么一个烂摊子 年纪又那么小 这时候我跟你说要打仗 小白绝对不敢硬仗 这样我赚足了面子 等上一晚你不敢派兵前来 明天我再回去 也有说辞了 鲁庄公打的是这心思 所以放出这句狠话之后 带人马后队改前队 他撤了 撤到哪儿啊 撤到干石 这干石啊 在今天就是资博市 张电驱以北 这地方过去有一条河 叫石水 因为这条石水呢 经常干旱 动不动这水就不流了 所以呢 就给它起个名叫干石 这地方还算平坦 就在这儿安营下寨 李大甘树雕斗 跌土围的远滩尽绍 撒出去人缓精力 马歇牢罚 这儿都踏实住了 天 可也晚了 鲁庄公独坐大仗 他是思绪万千 这心情很复杂 因为他来有自己一层目的 他要报复仇 当年鲁庄公死在牛山 这事儿让庄公是耿耿于怀 他要亲手杀了齐湘公 没想到齐湘公让乱臣贼子给杀了 还没得上手 那么他就想 我接着我要控制齐国 让你齐国变成我鲁国的附庸国 这是他的目的 野心不小 没想到 这到这来 人家公子小白节足先登 自己的想法全破灭了 哎呀 心情复杂 饭也没怎么吃啊 水也没怎么喝 正在这烦着呢 有亲兵前来禀报 其主公管仲求见 鲁庄公一听 当时没封这么一锁 管仲求见 他还有脸来了 让他进来 把丈人这么一条 管仲进来了 哎呀 见过千岁 先生少礼 还算客气 管先生 到此何干呢 哎呀 千岁啊 我到这儿是要问问您 您为什么在这儿安宁闸寨 而不出兵啊 什么 鲁庄公一听 你没听我在齐国边界上 说那句话 我说来日决战 明天再打 后天也行 不是现在打 哎呀 我这一听 不是这么说呀 千岁 您应该立即出兵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为什么您要知道 小白初登军位 人心不稳 而且据我所知 齐国那些文武 未必 未必都同意他几位 您这时候要打 小白如果出战 他是必败无疑 您不能出兵 您应该攻城 管先生 管先生 你这气魄不小 胆量挺大 但你这人呢 没准 管中一听 我怎么没准 你还有准啊 你当初怎么这么说的 一箭射死小白 口吐鲜血 这是你说的 描绘的 灰尘灰色 结果小白 当了国君了 你解释解释这事吧 你怎么 这不脸红呢 有人也想问 说这管中啊 没办成这件事情 他 他不脸红吗 跟您说 管中 不脸红 心里头没有一点愧疚 您要知道 管中 是做大事的 做大事者不拘小节 现在 小白没有死 管中不是没想过 想过 他这事想他没有意义 为什么没死 再怎么 为什么人已经活了 问题要往下想 他这个人做事坦荡 不会在这些小的 细节上 反复的 这个纠结 出不来 那不是做大事的人 所以他要想 现在 现在如果出兵 齐国必败 那要打好了 一下杀进林资成 夺了印寿 这不小白 给赶下军位了 这管中 说挺好 但是鲁庄公 就抓住一条 就你这人 说话没准 你怎么解释 由此可见 两个人 智商 力荐高下 众一听 千岁 您不能纠结 这事算了吧 管先生 我念在你是 公子舅老师的份上 不予追究 我也没有恶语相机 你回你的寝障 休息去 至于征战之事 那是寡人我 由我鲁国将士 我们来研究 你不要在这 执手画脚 出仗 去吧 给轰走了 观众一抖了手 往后这么一撤身 出离打仗 一跺脚 自己有天大的本事 这鲁庄公不听 你说这怎么办 是网友 旷夫 任国谋 身为逢时 难出头 小白炸死 得活命 管众近招 满面羞 那么如果当时 鲁庄公要听了 管众的建议 真的连夜 攻打齐国林兹 鹿死谁手 还在梁可之间 可惜他没听 那么这个消息 可也就传到齐国 仲孙秋 把鲁庄公那口信 给带回去了 告诉了齐桓公 齐桓公当时很紧张 您要知道 他刚刚回到齐国 刚刚登上军位 对很多事情都陌生 至于说怎么征战 怎么调兵 怎么潜将 在哪打 这些都不摸门 咚着一下告诉你了 鲁侯明天要开兵建战 你请主公定夺 齐桓公就觉得 一头雾水 哪儿哪儿都摸不着了 按他现在这个地位 他这情况不大为好 就不应战就完了 可他转念一想 不行 我如果这时候不应战 不出击 第一 造国人耻笑 小白刚当军位 你鲁国这一挑战 吓他不敢出城了 这还在其次 主要小白想的是什么 因为他知道 他登上齐国军位 这个事情 满朝文武里 不是百分百都同意 有人是持反对态度的 这些人里的包括什么 宁月 雍临 这些人都有自己的说法 齐桓公知道 那么这属于什么呢 属于内部矛盾 不管怎么着 他们接受现实了 现在心里可能还是格格不入 这时候 鲁国前来挑战 可以说这是个机会 这是个团结内部的大好机会 这是一致对外的大好机会 如果抓住这个机会 可以巩固内部的团结 造重臣的拥戴 这齐桓公当时的想法 想到这儿 把老师爆书牙给抢来了 把自己一字一说 你看 我要应战如何呀 嗯 宝叔牙点点头 其实宝叔牙也是这么想的 主公啊 您真要应战这一仗 是只能胜 不能败 嗯 齐桓公铁拳 往桌上这么一锤 是下定了决心的 当时小玉众文武 明日点降台 我要训话 到了第二天 齐国将士整装待发 刀枪在手 猎力在 旧军场里 齐桓公穿戴一臂 盔甲在身 配着宝剑 站在点将台上 左右上清高西 又有他的老师爆书牙 看了看 齐国将士一个个好似下山猛虎出海蛟龙一样 精神抖擞 意气风发 点了点头 说列位将士听了 如今寡人心里 门厅 鲁国人无故挑战 要践踏其土 齐乃大国 齐荣外寇 姿意妄为 岳武扬威 寡人决定 要与众将士同赴江长 同心努力 士宝 大齐 最后这八个字 那声音格外的加大 这就等于给大伙地了肩膀了 大伙这一听 把拳子全都举起来 同心努力 士宝大齐 当时之间 教军场上声音叫响彻云天 叫大鼓了士气 齐桓公一台手 咱这笔声 把宝剑给亮出 半空这么一举 这就等于明示了 跟着 抄起一支大令 吩咐一声 东郭崖何在 末将在 命你带领三千人马 以为前步先行 直创 鲁军大营末将 咳咳 跟着又抄起一支大令来 明月仲孙秋何在 有 在 命你二人 为左右统帅 各帅武师胜战车 埋伏在 干石左右 一旦 鲁军到此 你们奋勇杀敌 二人 领命 啪 二支大令 也扔下去了 跟着他吩咐 由上清 高熙 国公 两位大人 坐手成钟 其余文武 跟随 齐桓公 出战 由 豹 书 雅 为帅 这边 齐桓公 保健一举 浩浩荡荡 带领人马 杀出林 资成 直奔 干石 这消息 就跟那 荡公子 一样 棒 消息 就 打得 干石了 这 鲁庄公 吓了 一大跳 怎么 按照他的 想法 齐桓公 不敢来 你要不来 我过这一晚上 看插播 我带人就回去了 没想到 真来了 哎呦 如此大胆的 来怎么办 来咱不能跑 赢敌 谁让我先说的 这一下 整队人马 开兵建战 两军队员 这边东国牙到了 东国牙 站在战车上 那会儿打仗 没有说那么多 骑马的 也有骑兵 马跟交通工具差不多 很少有能坐在马上打的 那是后来的事了 那时候打仗 基本都是站战车上 东国牙立于战车之上 行着方天化己 对面一看 好 对面 众星捧月 滑船紧促一样 推出一辆豪华战车 豪华战车 就跟其他那些战车 大有不同 一个色泽鲜美 再一个装潢考究 那漆呀 几垫的漆挂上的 这车那就是鲁庄公坐的 漂亮 上边打着灰盖 还插着一面姓黄旗 车里边站着的那就是鲁庄公 金盔金甲 威武飞长 旁边这些士兵 保护着 所有勤子 又有两子 是两位互同 拔一下 两军队员 这位东国亚可就来到镇前了 看了看 来的可是鲁侯吗 鲁庄公用手点指 东国亚 你这匹夫 你乃齐国旧臣 不思报效先君 反驻这叛逆的小白 你有何颜面来到镇前 这一说 东国亚好像含羞带溃 脸上发红 不好意思了 鲁侯千岁 这是我齐国内部的事情 我想鲁侯 你不应该插手 现在听我东国亚 良言相劝 速速带兵 回转鲁国 方式正理 如若不然 我要杀你鲁军 个地富天翻 鹿化流水 呸 旁边有人催了一口 哗的一下 战车就过来了 谁大将曹末 用手点指 东国亚 你休得无礼 竟敢挣钱 辱骂我家国君 今天让你知道 曹大将军的厉害 来 你伸手 哗的一下 反正后面有十面大旗 大旗往左右这么一分 大旗后头上来一排弓箭手 弓箭手一个个张弓打箭 这箭都打好了 就听曹末一声令驾 万箭齐发 好似飞黄一样 就射过来了 东国亚万万没想到 这开兵箭杖上来就弓箭手 大旗拨打凉零 一边拨打箭支 一边吩咐 吊转车头 撤 那时候打仗费劲了 他在吊这战车 吊过头来 往回败 曹末一看挺高兴 怎么 一阵乱箭给他射跑了 跑了就行了 今天不得活捉你 到主公面前 请赏 喊里头 一下一跺这战车 他催战车追下去了 东国亚带人马跑得不是很快 迅速之间 曹末就追上了 眼瞧两辆车 车头先车尾 就在这时候 就听左边大吴 一声炮响 吾压甩脸一看 这左边 啥锅一镖人马 为首一员大将 宁月 他怎么来了 宁月不容分说 过去 五大枪 直取曹末 这边敌住了宁月 打了没几回合 多 右边又是一声炮响 中村秋杀过来了 两员大将围住了曹末 这打得不可开交之际 前面东国亚回来了 你看 这就是曹末 立功新切 你追那么急干嘛 他想的是什么 给我家主公管回点面子 我真说 勤了这东国亚 回去也好说 想的是这个 孤军深入 跑人阵里来了 一下中了齐国的埋伏 三员大将围住曹末 曹末掌中一条大铁枪 跟这三将立战 离这远 可是有兵丁来回来去的送信 可就跟鲁庄公说了 主公曹将军被人给围住了 啊 庄公一听围住了 咱们得解救啊 吩咐一声 冲 划着一下 要往前走 师伯可就不让了 入宫不可 您在坐守中军呢 您怎么能去 哎呀 这什么时候了 师伯大夫 你在这给我掠阵 我带人去解救曹末 把他带着秦子两子过去了 眼瞧着就到了 看见了 几辆战车围在一块 那四杀 还要往前走呢 猛然间就在斜死里 啥过一标人马呀 这标人马跑得很快 眨眼之间拦住了鲁庄公的去路 鲁庄公一看 是谁呀 就看这辆战车上 车头这儿有一个人 袁针盖儿木 手踢宝剑 他扔出来了 这就是齐猴小白 哎哟 他怎么来了 不光是齐桓公到了 那身后站着还有报书牙呢 齐桓公叫身先士族 把宝剑一举高喊一声 又说住鲁侯者重赏千金 多么丰厚的奖赏啊 齐军齐将全都急了 瞪大眼 冲过来了 就把鲁庄公这车给围上了 那鲁庄公身边都是勇士啊 包括那秦子啊梁子啊 这奋力拼啥 保护主公 而且人家这个鲁国呀 不是这一辆战车 战车多了 来回来去的 哼冲直撞 大眼之间这就一片混乱 可别看混乱啊 大多数的骑兵都追这鲁庄公 哎 鲁庄公你看这怎么回事啊 都认识我 就不是认识他 不认识他这人 都认识他这车 刚才说了豪华战车吗 倒霉倒这豪华战了 他跟这些车头不一样啊 瞧他这一车就追 感情这车已经准备 要往回败了 骑国人呢不断地增援 齐婚公守护宝剑 这指挥若定 装公一看不行 我得跑 可任凭他怎么跑 身边这个骑兵是越来越多 是我这车的事吗 不单是车 这上面还有灰盖呢 还有这姓黄骑呢 这车呀都差不多 这视线呢看不见 这旗子高条起来 这最显眼了 所以这人都看这旗子过来了 这时候他那左右护从啊 秦子梁子就明白了 就看这个梁子啊 一步就跳到鲁庄公的战车上 一抬上 啪的一心 把顶上这旗子给拔掉了 啪 给摔在地上了 啊 鲁庄公你看 你这这是何 哎呀 鲁庄公啊 讲不了那么多了 你快点吧 干嘛呀 他过去啊 把鲁庄公的衣裳给扒了 嘶啦一心 鲁庄公有点不让了 你这这无理呀你啊 两军挣钱 你要干什么 他还没明白呢 干什么 他这身穿戴也照眼呢 而且梁子已经打定主意了 我今天必须要跟主公换衣裳 我要不跟他换衣裳 不拔这姓黄旗呀 那旗兵没个完 拔下来之后 把自己衣裳给拖进了 主公赶紧换上他 简单披上之后 那旁边那辆战车上 那就是大将秦子 秦子全看明白了 哎呀 他很激动啊 梁子将军 你不要说了 你接住了主公 这一把抓住鲁庄公 大弹跟这腰带走 唰的一系 抛在那战车上 秦子接住了 主公您坐好 哎呀 他这是 他这是要救您的 您快跟我走 哎呀 卢庄公这才明白 跟我换衣裳 这是要替死啊 当然了 这乱军之中 卢庄公是众矢之地 如果不跟他换衣裳 他跑到哪儿都有人追 你这一换 不但衣裳换 车也换了 现在是梁子 坐着鲁庄公这战车 看鲁庄公安全了 吩咐一声 改方向啊 这车 斜着跑 这一跑 真引得好多 骑兵就追下去了 这边就没人管了 大将秦子 且战且走 保着鲁庄公 离开干石 正往前走 那眼前 出现一标人马 可把鲁庄公吓坏了 以为这儿有服兵呢 仔细一看 不是 不是服兵啊 是管仲 少胡 公子鸠 你们怎么在这儿 哎呀 我在这儿接应您的 管仲过来了 我听说阵前大败 我有良策 这不也说良策了 管仲一听 他倒没倒你良策上了 你留着你良策吧 你要想活命 跟我走 不想活命 你就待在这儿撤呀 就算管仲再有办法 说不出来 也是枉然 被这大军裹挟着 败了 他们败走了 这阵前更热闹 三将围住曹末 那以一敌三打不过呀 身中两枪 还算曹末有本事 他呀 跑了 他跑了 那良子就没有这样的好机会了 运气没这么好了 被人给活捉了 大伙都追这车呀 最后有人喊捉住了 赏千金 千金都是我们的 哎 我一看不对呀 刚才追这人 医生队 怎么模样变了 良子笑了 你们追错了 那是我家主公 我是大将良子 这时候齐桓公带人来了 一看 感情把衣服换了 齐桓公点点头 真是智勇双全 当时在两军阵前 劝想 你归降我齐国 良子大骂不止 你是篡位之人 没办法 他也没杀他 就把这良子 给带回林兹成大牢了 这边打扫战场 又是一阵眼杀 鲁军大败 齐桓公这次 头一仗就打胜了 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 回到林兹之后 他开设招贤馆 按照当初太公制齐之法 广开贤路 不拘一格 使用人才 齐国由此 蒸蒸日上 是春秋乱世 起纷争 齐鲁干石动刀兵 童心禄力 区外寇 小白出力 第一功 感谢大家 大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